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 但是如果我是这样子讲 那个 女生 女生 有啊 对啊 你是男生或是女生的 女生 女生 对 对 手放下 所以这时候会全部的人都是 对 然后再来你就听我讲 你的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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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 150 而且 你的身高 而且 你的身高 比130 还要矮 蛤 蛤 蛤 而且 你的身高 比160 还要小 符合条件的 请 站起来 好 150 到160 之间的 对 也就等于他讲的那一句话 所以 站起来的这些人 他们要符合 必须要符合两个条件 第一个 他要身高比150 还大 对不对 身高比150 还要大 而且他还要符合一个条件 他要比160 还要小 对不对 来 坐这样 也就是说 来 同学 请问一下 也就是说 坐着的人 刚刚坐着的人 刚刚坐着的人 你要怎么讲他 150 或是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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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手 所以注意看 你的身高 你的身高 我刚刚说 你要大于150 对不对 而且 我们直接写一个少 而且 你的身高 还要怎样 小于160 你有没有发现 刚刚站起来的那些人 刚刚站起来的那些人 他填在这里 跟填在这里 都可以填 对不对 所以 刚刚站起来的那些人 所以 刚刚站起来的那些人 这一个 刚刚站起来的那些人的身高 比如说他是160 不可能 有他是153 他的空格 可以填在这里 他的空格 同时也可以填在这里 了解在讲什么 填在这里 填在这里对 填在这里也对 所以 而且是什么意思 而且是代表 这一个人 跟这一个 是怎样 一样的 相同 先把这个写在笔记本上 很重要 而且 所代表的意思是 这两个是相同的 所以刚刚那个正义秀讲了一句话 所以只要我的身高在哪里 我就说 我符合你的条件 那这一句话 我们把它写成 这一句话 我们把它写成数学的算式 会写成怎么样呢 因为这一个跟这一个相同 对不对 所以他就可以共用 所以他就可以共用 了解在讲什么 所以 本来分开了这两个 你们先把这个写回再讲 这一句话 因为他不必定 甚至是 会写成数字 也有 他不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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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必定 他不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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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好的人 既然 再等一下 你在等的人可以寫這一份 老師那一份我後面找不太會 來我問你們 你們這一份有全部把它看完寫完的舉手 等一下等一下不會寫 不會寫不算是 沒有全部看完寫完的舉手 有看完沒寫完 是不會寫 沒有錯的舉手 這一份 你 拿手放下 我的要求很簡單 來我這樣問 你這一份有認真真真的 來從頭看到最後 想盡辦法寫 你有這麼做的舉手 好沒有舉手的通通站起來 沒有看到的通通站起來 好 你們這些人放學後要留下來 246840 尾程名單開 這些人 你們這裡 今天 今天 不管 因為我們已經發下去好幾天了 從禮拜發到現在 代表你們不認真 這樣是不對的 你們今天要留放學寫這一份 而且要讓我檢查過後才可以離開 你不可以跟我說老師我寫完了 我就自己跑回去了 不行 你要給我檢查 知道嗎 這個無關乎 無關乎你的數學能力好不好 真的 我其實我上課教了任何東西 跟你數學程度好不好 不是很有很大的關係 重點在你到底有沒有花心思好好的寫 尤其是就是一些圖表 你就是想盡辦法弄懂它 那你還是不太會寫 就是你可以問我 或者是想一下 再想一下 猜測一下 題目有可能會問什麼 然後你想盡辦法回答就對了 就是不要空白 想盡辦法回答 看不懂 讀不懂 想辦法猜 它是什麼意思 好 但是你們班還是比我們班好 我們班是全班只有兩個人寫 所以成人宇還有 成人宇是因為它都在 它不算有寫完 但是因為它這兩天都在忙 為什麼我問你 他有 好坐下 全班真正有做到這個正波龍 欸嘿不要太動了 也就是它為什麼 可以考得那麼好的原因 來我們看一下 來這一個 因為這兩個是相同的對不對 因為你要同時符合這個條件 跟這個條件嘛 所以就它們兩個代表可以共用喔 對不對 所以我用在這裡的 我也可以用在這裡對不對 所以我就共用 對不對 共用喔 這一個 要少於160 這一個 同時要大於150 所以我可以把上面那句話 改寫成下面這句話 對寫上去 所以我寫上面跟寫上面是一樣的 但是你要有能力 把這個拆成這一個 你也要有能力把下面的合成上面的 對你要有能力互換 寫上面寫下面都是對的 那它的對 對在 對在它是而且 所以這兩個可以共用 所以我才可以串成一串 所以這些人就是符合條件的 這些人是符合條件的 然後請你想辦法寫 剛剛坐著的那些人 你怎麼把他的條件寫出來 不要講喔 自己寫 這一個是站起來的人 對不對 剛剛站起來的人 符合條件都站起來了對不對 沒有符合條件的 你會怎麼講他的條件 不要講喔 剛剛沒有符合這些條件的人 你怎麼講他的條件是什麼 很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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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夠寫的對算你厲害 就是剛剛坐著的人 代表他不符合這些條件 他才沒有站著對不對 寫下面那個 像下面那個嗎 好 我再講一次 我再講一次 隨便你 反正你就是用不等式的符號 大於小於等於來表達 剛剛坐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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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完成你就舉手 你等一下 因為他先講 寫在哪裡 錯 來首先放下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而已 幾乎對了 就差一點點真的差 應該說是差兩個小點 小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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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手 高手 厲害了 高手 欸你們很厲害 我跟你講 我一差就差在 有時候不夠東西專心 所以我講的東西 你們都只隨便辦這樣 不然你們的能力其實 還不錯 不是還不錯喔 甚至覺得你們 好OK 那個不能講比較 因為講比較會傷 你這個少了兩點 要不然你完全寫對了 錯 不對 想法都對 也是表達錯 我再跟你們強調一次喔 首先放下喔 我再跟你們強調一次 這一個可以共用 道理在 它要同時符合 對啦齁 好 我再講一次喔 你這一個能夠共用 是因為你要同時符合小於160 而且還要大150 所以你的那個153 真的可以填在這裡 也可以填在這裡耶 所以你的153 才可以共用放在這裡 所以153真的比160小 而且也真的大153 反正的大150喔 知道在講什麼 知道 好 OK 等一下 不對 錯的其實你要留下來 錯的不要塗掉 真的 錯的其實不要留下來 把錯的要留下來 提起自己 會搞分 100% 你的是錯的 錯的 首先 嗯 不對 對 你寫對了 但是請問一下 要寫 寫 還是 貨 160 你大150 不用你講我也知道 對不對 所以你一直 你一直表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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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邊的 對 而且我黑板上的那個 可以串起來 的道理 是因為它可以共用 對 對 對 所以你要很清楚 且跟貨 你差兩點就對了 差兩個小點 沒有 你要自己想 不是 就差兩 就差一點點 差兩個一點點 100分 他做了一個最好的示範 他一開始寫錯 他寫錯 他寫錯的東西 他是留著 圈起來打傷 然後在下面 再改對的東西 就是 多數人的習慣 就是錯的 要把它塗掉 然後 這樣就很可惜 沒有 一百七跟一百八 我們的分割點在 不用可惜 我們的分割點在 一百六跟一百五 你想法是對的 可是 表達是錯的 不知道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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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寫的那一個 我當然知道一百五十五到一百五十 我也知道 一百五十五要講一百六 你不用跟我講我也知道 你要告訴我哪些條件 一百分 一百零一分就變一分 你表達已經對了 那這差一點點 你還有 還有幾個人沒有講到 因為 你自己先想一下 因為我一講 馬上就 剛剛那個靈魂是這樣對不對 然後有些人都坐下來了 你的這個檔案裡面 還有漏掉一些人 你有講的 還有漏掉一些人 一些人 你有講的 一百分 欸你們真的很厲害 你們真的很厲害 讚 你看 你也幾乎對了 差一點點 真的差一點點 你有些人 有些人沒講到 但那些人也符合 坐下來的人 有些人你沒講到 對 你說 撈手 好 你把自己困在 串起來 那裡面 好 那這裡根本串不起來 來我先串 你們有些人把它串起來 就是 X 就這樣子寫 對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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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做 因為小於一百六 就要站起來對不對 對 那就代表哪些人是坐著的 對 要翻過來才會坐著 對不對 對 然後 我要 大於一百五 才會站起來 對不對 所以我要 我是坐著的人 所以我應該要 翻過來 要翻過來 可是我X在這邊 所以應該是這個 要翻過來 所以 X要大一百五的翻過來 X要小一百五 X要小一百五 對不對 對啦 你知道你這句話 是什麼意思嗎 這一句話的意思是 就是這一個數字 要比一百六大 而且 要比一百五還要小 有這種數字嗎 沒有 如果題目考這樣 如果題目考這樣 你要告訴人家 對 厲害 你們真的很厲害 只要你們有專心在聽課 好 這個先寫上去 這個就當成是另外 另外的東西 另外數據 如果你是這樣子寫 答案是無解 這種題目叫做無解 因為不可能 對 因為你共用嘛 你共用就是 你就要宣告一個東西 有一個數字要把一百六還要大 而且有這個相同的數字 還要比一百五小 不可能啊 好 所以表達方式不是這樣 因為你一這樣子串 你只要是串 對不對 所以表達方式 不是這樣寫 這個沒辦法串 表達 對這個沒辦法串 而且是 欸那是答解歪嗎 所以你們 剛剛有些人 蠻不錯的 因為這些人 跟另外那些人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你們就換符號了 換得好 很棒 有人就換Y 有人就換Z 都好 不換也沒有關係啦 只不過就是說 他們為什麼會想換 我覺得很有道理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代表站著的嘛 然後坐著的 然後坐著的 我就換一個符號來講 他這樣 因為他代表的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 所以他就這樣子寫 比如說用Y 他 不可以是他 對不對 所以他就要怎樣 欸同學 不可以是他 對 剛剛有些人 就是差了這麼一點點 我 我的身高 比160還要小 我就會坐著 對不對 了解嗎 當然還要比150還大才可以 對不對 可是我想要 我想要 我想要坐著的話 我就必須要超過160 我也可能是剛剛好等於 對不對 好 我的身高如果超過160 我就會站著 對不對 對 還有一種情況 還有一種情況 這一個要怎樣 等於150 那個 大於150 你是站起來 對不對 對 所以如果你是坐著的 你也是 小於150 可是如果你剛剛好等於150 你也不能站起來 對不對 因為這一邊 這邊剛剛好等於的 都不可以站 對不對 對 所以通通放到這邊來 現在問題來了 這一個跟這一個 是什麼關係 且還是貨 貨 貨 答案是這一個 來這個沒有寫出來的 把它寫出來 它是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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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再把圖形畫給你看 你會更有感覺 對 你會更有感覺 對 你會更有感覺 你可以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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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完全看到 這一個跟這一個 完全是在不同的圖形裡面 因為站著跟坐著的 它沒有重點 所以它完全在不同的圖形裡面 所以 不是它 就是它 對 你可以先嘗試畫看看 這個的圖會畫成什麼樣子 然後這個的圖會畫成什麼樣子 先讓你畫看看 因為我有教過畫圖了 昨天才剛教 昨天 昨天沒課 那就是前天 今天的課是跟六月一號對調 六月一號那天要補課 星期六 下禮拜六 你們下禮拜六的 下禮拜六的 下禮拜六的 下禮拜六的那兩節 就上這兩節 好 美術跟家政這樣 所以就是說 今天是 你們知道 你們知道 我不要超好長 好 就是下禮拜六 就是 下禮拜六的 下禮拜六的五六節 就上美術跟家政 好 好 畫好了嗎 來 試著畫圖畫看看 對 這 這一個的圖 就是那一個的圖 對不對 然後 那一個的圖 對 兩個圖都畫出來 其實他們兩個圖可以畫在一起 因為完全沒有同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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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你把它合在一起 因為 共用力 畫在一起 就更有感度 因為一起講 很棒 很棒 這一個就是 那一個的圖 對不對 那那一個呢 畫在同一個圖上面就可以 OK 試著畫看看 我們禮拜一才剛講過 怎麼畫 試著怎麼用圖形來表達 試看看 先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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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會把這一個把它變成一個圖 如果把它變成一個圖 等一下喔 你的錯了 對 對 了解嗎 他應該要畫空心 對不對 對 對 他不然的話 100分 對 然後 接下來你再加上 剛剛 站著的人 對 一樣畫在這裡 站著的人 然後 我跟妳講一下 那個點喔 我們把它點在這裡 對 不要突然跑上去 好 就綁在這上面 對吧 然後他 OK 好 你很厲害 你也知道身高 挺多是人 對 而且他也不可能是人 你真的想得很完整 老實說沒有像你那麼厲害 他其實身高也有性格 對不對 沒有關係 你就先畫這樣 可是你很有Sense 你真的很有Sense 然後你再 你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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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一下就是剛剛那個 站著的人 畫在同樣的上 好 沒關係 很棒 好 好 那 我會 其實我會把這兩個 把它合成一個剪圖就好 如果我只畫一個剪圖 只畫一個剪圖的話 你會怎麼畫 就畫在他的下面就好 就 你可以畫在這裡 也可以畫在這裡 就畫在他的下方 或是再往上畫 就不要跟他重疊就好 對不對 100分 100分 但是有一個小問題就是 因為你這樣畫 你這樣畫 你沒有告訴我答案是誰 對不對 所以通常我們會有一個動作 對 但是這樣畫 基本上我們已經懂你的意思了 可是我們就會把這一個人整個 再剪畫成一個 你知道我會把它剪畫成誰 你知道自己畫 你們真的很厲害 老師不太需要教我 大部分你會自己想 然後就畫出來 很厲害 100分 100分 而且你還把X跟Y寫上去 很棒 一直點 其實他沒辦法一直點 可是你想法就對了 為什麼他沒辦法一直點 你知道嗎 這個是我從子晨那邊學來的 你知道為什麼沒辦法一直點 你知道嗎 因為 對 因為我在說身高 我們的身高最多嗎 差不多 253 目前最高的 最高的大概250幾 253 所以你不可能一直 做這個 他事實上是有個極限 直男高手 那要不要 就死掉了 你的160會在這裡 不是 所以是從160開始上去 對不對 你的160會在這裡 所以從160開始上去 你把我這邊花費 你才虛化錯 這個是錯的 再修改一下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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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厲害 好吧 欸 你這邊 到底有沒有 有 不是啊 上面 所以表示 105的 好 喔 如果 如果 如果你 150的 你這樣畫 對不對 那160的應該要畫過去 對不對 對 對不對 所以這邊應該不會有兩條 這邊應該只會有一條 然後會有兩條重體 對不對 對 對 這個是對的 對 這個是對的 對 對 這個是對的 對 然後 這樣他才可以賺錢 對 對 可是你要給150 你給了150高 而且沒有你160還要畫 對不對 所以你必須是這一條線 也必須是這一條線 所以我們通常會這樣畫 這兩條合定起來就是這個 對 對 其實這一條應該是還可以認識 這一條就是 這一條就是比150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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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可是因為他要合起來 才可以站起來 你的身高是143 你比150還小 160還小 可是你不是我要的 因為我希望你要在150以上 對 可是他活這一條 這是假的 所以這一條是比160還要小 不是 然後這一條是比150還要大 然後這邊的檔案 然後這邊的檔案 所以我的檔案就是 合併什麼 這邊的檔案就是 這邊的檔案就是 該用的檔案 就是該用的檔案 就這些 就這些 你怎麼畫 畫 畫得就是網膏 我會畫 沒有畫 我會教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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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法對 沒有完全表達出來而已 都對了 就是 還不太會表達 OK 對 但是你還沒有表達那一個 你寫在哪裡 100 100分 好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我們在講身高嘛 那我是這樣畫好了 那你也可以水平畫沒有關係 首先我們來兩個關鍵 一個叫做150對不對 還有一個關鍵是 160 我跟你講如果真的要很有Sense 如果真的要很有Sense 我們其實一出生就有身高 而且身高不會是0 真的 真的 不可能過1公斤 至少 你一生出來就有一個高度 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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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 通常 好像 好像 那個早產的我不知道會不會有更 早產會 好 不確定 不確定 所以其實我們知道這邊會有一個極限 對不對 不是一直往下 不是一直往下 其實它有一個極限 它有一個極限 好那我們先不管它 我們先不管它 我們知道其實上這邊有一個極限 這個是從子晨那邊學來的 因為我剛剛沒有幫你們注意到這個問題 因為子晨這邊有畫一個0 他知道身高不可能會比0還要小 這個很有Sense 你不要小看這個 我們做任何事情 重點在Sense 你才會 你對東西有感覺 你做事情就不會亂了 然後這個上去事實上 也有一個極限 對不對 我們的身高 像我們 我們現在目前班上 整個學校來講 點多200 不知道有沒有這個人 我們有學國都沒有超過200 就算是 黃華凱 那100做到1 對啊 對不對 有學國我們來講也沒有人超過200 對不對 所以你會 你知道事實上它不會無限延伸 因為我們講的是身高對不對 好 然後這個的答案 這個的答案是這樣 那個我講雅萍的畫法 有些人也都跟他一樣 雅萍就這樣畫 雅萍 他這邊挖掉對不對 然後就說他要比他小 對不對 就這樣而已喔 剛好這裡 接下來 另外一個條件是 他把這個挖掉 要比150還要怎樣 對不對 基本上 基本上 比150大就是這些答案都對 對不對 比160小這些答案都對 對不對 了解在講什麼 可是他是而且 所以答案 必須要兩條線都畫到才算 對不對 對 要疊在一起的 所以這一條跟這一條要疊在一起才算 對不對 這裡的答案都不對 這裡的答案也都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就會把這個合併起來 多出來就是這一點 對 你厲害 多出來就是這些 所以 所以注意看喔 所以我會把 我會把這個答案 我會把這個答案簡化成 從這裡開始 到這裡結束 這一個就是X 這個我是學 我的 不是 我是學 俊慶的 俊慶這邊就寫上X 就是站著的人 又可以開始來代表 然後呢 接下來他講了一個很好的東西就是 不是他 那就是這一些 對不對 所以這一些的答案就是 這些的答案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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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須要有 對不對 坐下來的 必須要有 所以是這些答案對不對 只要你剛剛好是150 你這些人都是坐著的 對不對 對 還有呢 大於160 對 就是剛好160 然後這些人也是坐著的 這些都是什麼 請你把這一整個圖 畫一遍 你剛剛的圖如果不是這樣子的 你就重新畫一次 如果你本來就畫這樣的 你就 啊你是畫橫的也沒有關係 畫整個畫 畫橫的有一個好處啦 畫橫的好處就是我們比較容易排版 但是因為我們在講身高 所以感覺像畫這樣我們比較有感覺啦 因為我們在講身高 所以我才會喜歡畫這樣 可是可是我們畫成橫的會比較容易 就是因為我們在寫東西橫著寫嘛 會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做紀錄 因為我們剛剛用Y 用Y來表示 所以你會發現 或因為答案只要是他 就不可能是他 答案是他就不可能是他 可是這一些人他都是坐著的人 那坐著的人我們是用Y當符號 然後這樣子我們是用 我們是用那個 我們是用那個 接下來我們烤你一下 烤我們一下 請告訴我他的答案 自己寫喔 對自己寫 先把剛剛 對你可以畫 畫圖都是一個最棒的東西 不管題目有沒有要求你畫圖 你都可以畫圖 因為畫圖是 不要講喔 不要講 不要講 不要講喔 然後題目就這樣 你告訴我答案是什麼 這樣 然後畫圖 然後告訴我答案 你要告訴我答案才算數 你要告訴我答案是什麼 就像剛剛 剛剛 答案是什麼呢 AX要大於150 然後小於160 這樣對不對 然後Y的答案要怎樣呢 Y的答案要小於150 或者要大於 小於等於 小於等於 就是他可以等於也可以小於 都符合他 剛好是酒也符合他 對不對 對 對 比酒小也是他 也是算答案 對不對 對他來講 酒啦 八啦 死啊都算他的答案 對不對 對他來講 欸 不行這是什麼 沒有到死的 我先這樣好不好 我本來題目不是要出這樣 沒關係 先出這樣 好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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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你就 你就 你就寫 你沒有告訴我答案 看一下喔 啊 我知道了 呃 你的答案不完整 嗯 你知道為什麼 圖形是對的 但答案不完整 你自己想一下 為什麼對你答案不完整 你跟他一樣 圖形對答案不完整 啊我的咧 你也一樣 嗯 我的 答案不完整 真的答案不完整 答案不是只有那兩個 喔 他沒有 所以答案在哪裡 答案在哪裡 然後答案是什麼 這樣 你不行畫出來那答案在哪裡 老師是不是這樣 還是不完整 老師是不是這樣 呵呵呵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你的答案差一點 就差一點點而已 你看 就差一點點而已 就差一點點 那差的那一點 到底是不是 不一定是圖形的點 就是 我所謂的差一點點 就是少 少 少一些些東西 這樣 好 不重要 就是你的答案 還沒有把我黑板的答案完全表拿出來 7算 7 7 1 1 100分 第一個 就是你 完全對 答案寫出來了 圖形也出來了 圖形沒有完全對 來 大於7 大於7 等於不算數喔 大於7 大於7 你不可以等一7喔 所以你一定要空心 你的答案對 但是請你練習用數學符號寫 你這樣的答案我完全接受 是請你用數學符號寫 是用大小的符號寫 好 超人 好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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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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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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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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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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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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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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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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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